松原别馆和花莲荣民服务处合作举办 荣民故事展 花莲故事 荣民生活 战争防空洞以及军人岁月的活动 邀请了曾经参加战争 居住在新城的四位九十多岁的荣民北碑 透过访谈记录 分享他们的战争经验 军旅生活 甚至如何翻译电报 重现了几十年前当兵的记忆 松原别馆与花莲荣民服务处合作举办荣民故事展 花莲故事 荣民生活 战争防空洞与军人岁月 日前举办开幕茶会 邀请曾参与战争 居住在新城四位九十多岁的荣民伯伯 分享他们的战争经验 军旅生活 展览现场布置包含战争故事 军人思想与身体 花莲生活 我的移动四个区块 从他们的记忆 重建在战争下的所见所闻 让历史得以从不同面向呈现 我们采访了四位伯伯 然后采访他们从他们开始当兵 然后战争移动 然后到台湾 然后定居花莲跟在花莲的生活 除了文字的展出之外 我们也做了一支影片 能够让伯伯的原因重现 去重现他当时跟我们讲故事的时候的状态 跟他们的 比如说有时候慷慨激昂 有时候回忆过去的 那个很真实的样子 也给大家看 我三十八年就开到台湾 我没有进台我就在京门 还没有进到台湾 我又在京门就打一仗 打一仗我就到了马祖 打到马祖又到了中山群岛 中山群岛我又再回到台湾 对不对 走到台湾 我一升官了 又回来 在那部队了 又把我打到前方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讲 除京态展外 现场也布置伊甸区与苏信区 让民众体验通信兵在紧急状态下的伊甸过程 祭祷兵们离家多年后 写风加书的心境 将当年的乡愁重新要拦纸上 感受大时代的残酷与挣扎 华林故事 荣民生活 战争防空洞与军人岁月 展期集一起至9月30日 在松原别馆二楼故事馆展出 更多展出资讯 可至松原别馆粉丝专页查询 记者讲方言华林诗报导